在KTV欢唱又叫又跳相当的耗体力 叫个披萨来尝尝 小尺寸的披萨切四片 事发当时有一名女顾客 也是这样叫披萨来 吃掉两片之后她就赫然发现 顾客的宗旨上出现这么一颗螺丝 而且还粘着饼皮 她把影片po上网 控诉竟然会在台中在地 一家知名连锁KTV 吃餐点却爆发了食安隐忧 就是因为气炸锅那个螺丝松脱 所以她跑到那个披萨里面 那我们厨房人员也没有注意 怎么会唱歌唱到吃螺丝 直集KTV厨房 业者是跟外面的店家 点冷冻披萨放冰箱 当顾客点餐之后 员工就会用气炸锅加热披萨 但是气炸锅的这两根螺丝松脱 其中一根掉到披萨上面 又疑似被堪吸的馅料包起来 导致员工第一时间没发现问题 还送去给客人 没吃进去其实都还好啊 吃下去再说吧 如果吃到 吞下去 就是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业者说当时就招待顾客吃别的餐点 消费也打折 并且承诺 如果有医疗的需要 会协助处理 台中市政府实案处说 将前往店家稽查 如果查到不合规定 将依法开罚 民事新闻 徐宾康 业恩生 台中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